地熱它主要指的是說 我的一個地球 它就是它的內部有一些放射性元素 那當這些放射性元素 它開始衰變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些能量 以及我的一個就是在地心的地方 其實它儲存了大量的這些熱能 那就一般的這個DVT度來講的話 就是我每增加一公里的這個深度 我其實就可以獲得超過地表 就是高於地表 大概25度到30度的一個 攝氏溫度的一個一升 現在我們知道地球一開始 溫度非常的高 數十億年間持續的散熱 因此越外圍溫度越低 但在最內層的地核 還蘊含著非常龐大的熱能 地核 地核 半徑約3470公里 由密度非常高的金屬所組成 溫度高達攝氏4000到6000度 地核的外圍是地寒 厚度將近3000公里 溫度比地核低 由高溫高壓的固態 和部分融融態岩石所組成 而在最外側則是地殼 大陸地殼平均厚度30公里 海洋地殼約10公里 因為地寒的熱對流 將大量的熱能動能送到地表 產生各種板塊運動 也成為地熱的來源